Hello,大家好,我是维哥 玩者荣耀目前有6款泳装皮肤 分别是李源欢的竹烂之下 夏侯敦的成婚破烂 钟吾燕的海滩丽颖 小乔的冰婚独角兽 项羽的海滩派对 还有就是龚孙黎的秘局之下 而目前正乎更新新赛季后 居然有4款泳装皮肤的标签变了 分别是李源欢的竹烂之下 夏侯敦的成婚破烂 钟吾燕的海滩丽颖 小乔的冰婚独角兽 而这4款皮肤的半身向右上角 标签从史诗或者勇者 变成了王者之争了 而王者之争的标签 是需要奉仪制造连续4个赛季 都打到王者段位 而顺的皮肤才有啊 目前就百里玄测的原初追逐者 才有这样的标签 没想到这次更新后 4款泳装皮肤都换上了这样的标签 这是给这4款皮肤升级品质吗 不过维哥觉得应该是一个bug问题 估计下次更新 这些皮肤的标签就会改回来了 所以呢 大家现在就可以把这4款皮肤的标签 保存起来 以后再看的时候就非常有意思了 不然以后基本不可能再看到 这4款皮肤会有这个标签了